今天是农历3月3日 在1668年前的这一天 书圣王羲之与文人雅士 以驱水流伤南亭雅籍 共写出37篇的文章 并推举王羲之写了南亭序 从此传颂千百年 台湾书法家协会 继2019年在高雄爱河畔 携手和创实书法艺术文教基金会 举办西枝雅兴3月3日 爱河共浦南亭序活动 造成万人挤爆爱河畔 武文弄墨的气势与盛况 2021年的今天 则结合新北市的华泛大学 合办书圣王羲之书写南亭序 1668周年纪念之旅 国内书法名家近百人齐聚华泛大学 并首创以接农辉豪的方式 和写出324字的南亭序 来了一场商末去唱古今的 石定南亭雅籍 映照古今意义深远 1668年前 书圣王羲之等少长群贤 41人在南亭雅籍书写南亭序 成为天下第一行书 一直被后世书法家当作行书的范本 很多书法家都临摹过南亭序 池铁推崇不已 如今这324个字 透过台湾各地的书法名家书写串联起来 仿如1668年前的情景在线 今天是书圣王羲之书写南亭序 1668周年纪念日 在这一间我们来书写南亭序 追随往盛先贤 对南亭的向往 以欲慧友 以欲友辅人来弘扬书法 传扬书道 让我们更有文化的气韵 让我们生活更充满了文化的活力 我们上次在爱河同一天 行南亭辉豪活动 在爱河边也是高雄地区的一场联伦盛会 今天我们北部选择在石定华汉大写 因为华汉大写这边有崇山俊陵茂女休职 附近的水流青流集团应赖左右 横流南亭会计的自然风貌 所以我们在这里领略南亭精神 出血南亭去 更接着跟古人意气相同 今天到场的都是我们各地的书法家 他们都有豐富的书法体验 所谓的书法成就 我们今天共聚在大云山的华汉大写 一起来祭练王羲之书写蓝亭系 发扬我们蓝亭的精神 我身为一个书法的老师 那么对于蓝亭这篇文章我们是绿久都写它 它是天下地形书 所以我非常地喜爱 今天这个大活动有机会来表现它的书体 我非常地开心 那今天是用接龙的方式来写 你觉得这里有没有什么特别的 因为接龙的方式 因为蓝亭是我们的书法家不要写一起的词贴 所以大家对它的书体都非常熟悉 但是接龙可以表现我们每个书法家布局的成就 所以对它的敬仰 我非常地开心有这机会 专程从高雄北上 台湾书法家协会副理事长蔡峰吉也指出 我们台湾书法家协会 这次是第二次办理蓝亭继续的这个活动 我们在两年前在爱河首串 由何串时基金会何国庆董事长 他首串我们在爱河有超过一万年的共襄胜举 造成轰动 华人地区都为之惊叹 那因为去年有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今年又次再次举办 那感谢华汉大学校长还有院长 提供这个那么好的场地 我们是用环西之兰亭集续的接龙方式 每个书法家连续每人写一段 那这写出来的这些华汉大学 除了今天有精彩的演讲 他也会把这些作为他们的典场 身为一个爱好书法的我来讲 这是非常荣幸的事情 联合筹办这一次的活动 华汉大学今天在现场精心设计了 古琴的演奏与茶席的表演 还特别举办揭写南亭序的创意活动 华汉大学书院教育长 学务长仁文与艺术学院院长黄智洋表示 今天真的非常高兴 非常荣幸跟台湾书协呢 一起合办南亭雅集的活动 这么多好朋友来到华汉大学大龙山 然后呢一起缅怀1668年前南亭雅集的盛况 这是学书法的学文化 非常重要的一个顺势 那我们特别设计了 除了有古琴茶席之外 特别接写南亭 大家一起呢写一段南亭序 来留下这样子的一个记忆 这是非常重要的 不管写得好或不好 大家都可以来回顾南亭序的美好 那么同学也参加了 所以呢这是很特别的一个教学乡长的一个活动 那留下来大家一起参与的这样子的记录 是无可取代的 就好像1668年前的南亭序一样 当大家散去的时候 南亭序的重要就在那个草稿里面 留下了不可能再重复 不可能呢再复制的这样子的绝美 它的唯一的独特性的这种美 我们希望今天呢 在这个美好的一个时间里面 大家也留下这个不可能取代的 在这个时空里面留下来的 非常好的南亭之源 今天所有的作品 学校会做什么处理 学校当然会当作一个很重要的纪念品 收藏在我们的文物馆 那在适当的时间 例如说每年的南亭节 我们如果有相关的展演活动 或者在教学活动的时候呢 可以呢再让同学师生 也一起再回顾 以前南亭序的曾经的过去 或者是说呢 有一些社会人士如果说 也觉得这个作品记录很重要 他在展演需要的时候 我们也很愿意呢 让他去做一些展示 我想能够达到更好的 一个感染的作用 作为华泛大学 跟这个书法有什么样的一个关联系 因为刚刚校长有提到 你们好像学生的课程里面有 两堂课是一定要上书法课是不是 好 华泛大学的创办人是小云法师 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 知名的书画家 教育家 当然他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宗教家 在他在世的时候 对于华泛大学的教育的方向来讲 就特别重视艺术 尤其是东方的艺术 在东方艺术里面 书法是最能够体现东方哲学精神的 所以华泛大学非常重视书法 那书法不仅仅作为一个美术的教育 书法呢 透过里面很好的文学性的 哲学性的内容的分享 阅读 以及身体的一种书写 它可以达到一种总体艺术学习的效果 可以说书法是集视觉艺术 跟身体艺术的一个总和艺术 所以华泛大学非常重视 这个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 成为未来毕业以后的 重要的一个文化的 就是软实力 一种柔实力 所以在通试课程里面 我们规范同学呢 在四年内最少要修两个学分的书法课程 也就是华泛毕业的同学 一定要有一定程度的对书法的了解 以及对文字的把握 这个作为华泛人的主要的基本的素养 相信他们毕业以后呢 可以提高他们的心理素质 成为真正华泛重要的文化特质 在古琴演奏乐音与茶席的烘托下 现场书法名家人手一笔 大将辉豪气上万千 众人云集的画面热闹非凡 而在没写完每一段之后 立即落款 集结每一位名家对南亭序的 崇敬感悟与书法的体验 不同的笔触 也成就了2021年的 实定南亭雅集 这个难得的画面也将历史涌存 黄志杨教授也以群衔避制 南亭序赏西河创作 与道场的百余为书法名家专题讲座 分享南亭序之所以成为 千古明铁的风云际会 微风往事 华泛大学校长李天任也道场 与书友们分享华泛对书法艺术的 推崇与重视 并强调华泛是全国唯一不收学杂费的大学 台湾书法家协会理事长沈荣淮 也代表协会 赠送他自己书写的蓝亭序墨宝 与校长李天任 作为永久的珍藏 今天到场的书法名家云集 包括台湾文联顾问上海景源 文化事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厨佑 台湾两岸发展交流协会理事长宋建华 北京师范大学台湾校友会理事长江洪正博士 台湾文联台湾书法家协会会长沈荣淮 副会长陈家子宇蔡峰吉 中国标准草书学会理事长郑锦璋 中华红道书法学会理事长林月盈 中华国际女书画家协会理事长杨靖江 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书友共聚义堂 此行不乏七八十岁的书法家 而高龄九十一岁的书法家萧鼎三 爬山登街仍剑步如飞 也让众人见识书法涵养身心灵 达到心情通畅诱人健身的保健效果 一天的实定南亭雅籍之旅 台湾书协也安排了上午到实定三层的淡南古道淡南吊桥 巡游仿盛 大红色的吊桥在翠绿的山水间横梗 桥下的蜿蜒蜥流宛如取水一样 让书友在青山绿水间试着寻找静代影异高适的生活 幻想当年南亭雅籍的丰美 二 三 一 可以得到宜兰 我知道 要走到宜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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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来到石定老街 沿着不见天街的石头步道 漫步在河床边的红色悬楼中 石缝间的青草胎痕 吞吐着绿意 于两旁的义品店 斑驳石头屋 于百年老铁店 沉添着岁月芬芬芳相应沉去 沉淀的岁月芬芳相应沉去 沉淀的岁月芬芳相应沉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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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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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